三個中產黨 Elon Musk和馬雲的世紀對談 最後一個題目就是教育 他們最主要是看未來教育的發展 其實都是很多人已經討論了 未有這些科技之前 其實討論了超過100年 有些什麼重點可以跟大家說 我重點就是覺得他們 這一下真的挺離地 你可以批評過去100年的教育 都是沒有什麼長進 都是用回那套東西 他主要批評就是 我們如果有這些科技的時候 人們不會再需要訓練他們的背重 或者寄一些很硬的資料 什麼都可以上網找 不用上網找 將來可以將資訊直接 即是寄進去 所以如果是教育的話 當然是教育一些創造性的東西 即是令人的創造性好一些 這就是他的說法 我講了一點點 我為什麼會批評這個說法 他們兩個都是有這個 兩個都是批評現在的教育 有多不行 覺得現在有這個科技之後 馬雲就好像多說一些 就是現在不需要背書 你不如將背書的資料 省起來做一些東西 你會做一些東西 比如說是否自學 即是怎樣 但我從來未必說他這一下錯 但邏輯上錯是什麼呢 邏輯上錯就是 就是我們觀察到 因為曾經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 很多年前的 即是說是 由沒有印刷到有印刷的階段 有印刷之後 那些東西就不用口傳 就可以在本書上 電腦有書也不用 是的 即是當年由印刷普及的時候 已經有討論 印刷普及了 要一些老師來做什麼 那你自己看就行了 然後過了超過一百年 有電腦 有電視 還要老師做什麼 那老師讀讀讀是傳統 應該有書有文字開始 有文字先不要再印刷 有文字之後再印刷 大家會說 那我背來做什麼 我找書也找到 那我用電腦 我用電腦 我用書也找到 其實書已經等於電腦 喂 其實你找書也找到 為什麼要電腦 OK OK 當然他們說的東西 有一個道理 就是 如果你是能夠直接 把東西射到他的腦 的確是不用教的 的確是不用背 但現在這樣 理論上的確是射進去的腦 科技難一點 還是你連創作也有電腦做 也有難一點 如果是這樣 別人所有東西都不用 大家做一隻豬 只要去玩 讀就可以 因為實際上 你可以鑽進去創作電腦 其他問題 但至少在學習方面 那你就不要學 學怎樣玩 你學的電腦都叫做怎樣玩 所以如果你去到這麼極端 你只是一個 foreseeable future 究竟是否能夠replace 我只是說 這個世界上 地球上最貴的學校 現在所有科網精英 包括 Sithjop的子女 以及Bill Gates的子女 都是讀的學校 是沒有電腦的 就是這麼簡單 那些最貴的學校 就是回復最傳統 最傳統教科 背分成草莓 問什麼 你講你們那些 奴隸的話 就是用電腦 那些優秀的經驗 不用電腦 這就是一個最基本的 他們的想法 就是現在說是奴隸教學 除非他們錯 或者有一個行為 現在說是奴隸教學 那奴隸教學 即是現在的大部分 我們都是奴隸教學出身 奴隸教學是怎樣發明的 就是大概在100年前 那樣發明是大規模 就是學校 學校就是大規模生產 就是證明 以前很簡單 羅素在家裡 家庭教師教他 或是教幾個人 就搞定 那就是TLM 學校這種發明 從來都是最低成本 而是最有效的 然後羅素那些家庭教師 包括譬如說普兒 那些家庭教師 光水家庭教師 全部找些最厲害的人教 現在就是 現在的方式就是 找一些很蠢的人 去教一些奴隸出來 到底是怎麼做 不是不是 現在說 如何有效地令那些蠢的人 不是社會正義 不是翁同和走去教光水 不是這樣的 有些蠢的人 去教一些奴隸 究竟是怎樣做 這是好現實的問題 就是學校 Henry你怎樣看 這都是成本的問題 從來教育就是勤力的 最原始的教學 就像周卿大師說 就是最優質的教學 最原始的教學就是 別人手拖手 逐樣做 你每一樣微小的變化 別人都可以立即捕捉得到 當那班的學生 不止你一個 變成十個、二十個、三十個、四十個 你的教育就沒有那麼優質 你為了彌補個人的優質教育 你只能夠靠規範 因為你統一了標準 就算我不能夠察覺你微小的變化 起碼我可以確保你學到一些東西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所謂的教育專家 其實全部都是業餘 經常都說 現在香港的教育很落後 這個世界的教育很久 你不去想一件事 如果你經常都說教育是那麼落後 為何搞來搞去都是用回這種方法 是愈來愈衰 我未必是愈來愈歧 其實是有些變化的 如果你去現在的學校 譬如資訊教育 他們是有些進步的 教學的方式 比重會減少 但你要想一件事 為何你們覺得那麼失敗的教育 是因為是甚麼原因會繼續呢 當然他們的解釋就是 是 但其實在經濟學中 這種說法已經推翻了 因為我們會發覺 是很多時候 都解釋不到這件事 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他現在做的事情 已經是最有效益 所以是沒有需要轉去另一個 而不是說我習慣了 即使有些東西更加有效益 我都不肯去轉 我覺得教育也是這樣 你搞了那麼久 為何都用回傳統教育 就是傳統教育 是最有效益的方法去做 你說要提升優質教育 不是不行 那你有沒有錢 你有沒有可以用一個同樣的資源 去教少些人 那你教少些人 你就可以去想這件事 但其實當中你會發覺 最到最後最有效益的方法 教導統一的標準 或者所謂奴隸職教育 教導一堆統一標準的人 就是現在的教育是最有效益 我再問兩個問題 你可以一人答 剛才泰師提到 教導一班奴隸職 還是一班笨笨的人 如果當世界有了新科技的時候 社會對勞工的需求 還不需要那麼多這些 那麼常常的奴隸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有個說法就是 剛才你說到 是不是微細的東西 你逃避了也做不到 有個說法就是 不是 將來有AI的時候 他就可以捉得到這些微細的東西 你一個人對著那麼多學生 是做不到的 大家有個科技的時候 就可能他有機會 即是可以選擇到這些 看得到這些 每一個都是拍攝著他 他有什麼動靜 知道他在想事情 就可以可能 就算一個大規模做的時候 都可以做得到一個 好像很個人化的 我常常都不明白 為甚麼人覺得 我們教育沒有進步 你看看你的子女學的東西 和我們當年學的東西都不同 教的方法都教得不同 只不過我們經常都很收拾 為甚麼要整個黑板 為甚麼都是一個老師 對著那麼多個學生 為甚麼不可以用一些新的教法 就是這個教法是最有效益 但裏面的東西不代表沒有變過 現在很多學生是背少很多東西 為甚麼會背少很多東西 就是因為迎合了這個世界 不需要背那麼多東西 為甚麼他仍然要背東西 就是因為背東西 幫助到他能夠過一個最有效益的人生 這樣說背東西可以令到你思想 但我覺得學校有一個很不能忽視的 有幾個很不能忽視的一個社會意義 就是第一個就是你學習和人相處 即是如果對著AI的人出來 是很難會成功的 即是因為經常對著AI 除非各世界已經不需要這些東西 可能大家邊塞大藍不需要去認識人 你傳媒傳媒在家便可以 如果不是 你那個communication skill很重要 第二就是你 那樣東西 就算是到今天來講 你在學校建立的關係 都還是有用 即是說很多時候 你們一個很基本的network 都是在學校認識的 當然你可以在網上認識人 但問題是在學校認識的時候 即是迫著他困著他 是相處很長時間 沒錯 沒錯 所以其實在以前很鼓勵 大家讀大學 最重要是一個社會社交場所 一堆貴族 大家互相認識大家 事實上現在讀哈佛也是這樣 但哈佛最重要是認識人 所以其實這些學校的功能 大家總而知圍著一堆人在玩 不要說就算不是學校 你也是有這樣的需要 當然 有些人經常覺得要學 但最後沒有學 就是你透過玩的時候 就已經學了 很奇怪 有些人說 我們現在要多學一些 互相溝通 學什麼 你跟朋友一起玩 就在溝通 我經常都說 你最刁蠻任性的年輕人 你一玩網上遊戲 他就要懂得學做人 因為網上遊戲 不是他自己一個人玩 要每個人一起玩 要合作 人們就會背割他 他覺得很無印 他就要去學適應這個社會 你現在反過來跟我說 他就說 不是的 現在的小孩要學 要學互相溝通的技巧 我們為什麼以前不需要學 因為以前我們已經知道 這些東西不是在學校裡學 或者在學校裡學 但不是老師教我們 我有一個很適當的譬如 昨天有些人說 兩性的人 為什麼教人拍拖 我心想 你拍了幾次拖 如果你像我這樣 拍過很多次拖 那些人就不用 不如拍到幾次拖 然後我又可以再補充 那些人經常說 毒癮就要學拍拖 現在我發現原來不是 毒癮已經有自己的方法 就是鍛鍊自己的網上溝通 不見面的時候 你怎樣可以想到一條女 你在現實世界做不到 你不是在網上世界 鍛鍊你的技巧 所以所謂需要學習的東西 其實從來在香港 社會和世界都齊了 只是有些東西多一點 有些東西少一點 就會互相調節 好 連結就到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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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